前沿摩天楼超高层建筑别称 根据科特部最新定义是指 高度达到300米级以上的建筑 广商中心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 爬州CBD核心区 它是广州目前在建的最高建筑 正文广商中心由广州工商联盟投资有限公司 18家企业参股组建 投资建造的 作为爬州千亿级电商总部基地最高的地标建筑 2017年开工时 是全球在建最高的纯钢结构摩天楼 后来被美国摩根大通全球总部大厦 夺走了这一头衔 作为亚洲在建最高的纯钢结构摩天楼 依然吸引全球的目光 项目渲染效果图 屋面建筑高度 360米总高度塔冠 375米项目设计 美国桑加广州市设计院项目楼层 地下5层 地上60层总建筑面积 约22万平方米用钢量 约4.67万吨项 木施工 中建八局计划建成时间 2023年项目是我国第一座采用 偏制核心筒结构的超高层建筑 主体结构采用钢框架 项目结构是一图项目周边云集了 我国顶尖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 腾讯等等及其他企业总部大厦 项目周边的企业总部 三台大型洞壁塔吊施工 主体结构已建到地上30余层 今年就有望实现封顶 施工实景图随着主体结构的不断拔高 大厦玻璃木墙的施工进度 也是逐步跟了上来 整体品质优秀 更多项目渲染效果图 大厦大堂效果图整体效果图结束于 广州不愧市场 城部摔得千年商都 广商中心的快速施工与建成 将再一次展现它的魅力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 广州的未来让人充满期待 欢迎广大网友发表评论 喜欢本文的朋友点个赞 加个关注 可以获取更多的摩天大楼信息 谢谢 祝本文数据与图片出自 科普官网高楼米论坛及互联网 其他平台图片热情 联系删除严禁一键复制本文 转载需著名出自 今日头条创作者摩天世界